哈喽呀大家好我是楚儿 拖单有我不再困难 我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呢 就是跟喜欢的女生应该怎么聊天 这种内容呢也讲过很多期了 今天这条视频啊 用真实的案例来告诉大家兄弟 如何用一次聊天 就让喜欢的女生对你好感爆棚 甚至主动约你出来玩 谢谢大家点赞收藏反复观看 这个兄弟他私信我说 楚儿我是一个互联网大厂的程序员 年龄到了呢也没对象 家里人啊就给我安排了相亲 连续相论好多个都没有成功 女生啊要么嫌我太木能不懂女人心 要么呢就嫌弃我聊天没意思 还有几个女生居然骂我傻之男 我昨天又相亲了一个女生 长得很好看 各方面条件呢我都很满意 但是啊现在还没有开始聊天 希望楚儿能教我几招 我要纠正这个兄弟一个错误啊 就是很多兄弟都觉得 相亲呢就是谈条件 条件好啊就能找到对象结婚 如果你是这么认为的 那你的相亲之路一定不会顺畅的 现在就连相亲市场呢也在内卷 卷的不是钱 而是对女生的了解和聊天的功力 现在女生啊就算是相亲 她也希望遇到一个自己喜欢的男生 而不希望只是找一个有钱的 几十万彩礼就把自己卖了 以后得多吃苦啊 所以啊即使是相亲认识的女生 我们也要用更好的相处方式 像平常认识的女生一样 用真心去对待 让对方真正的爱上自己 才可以轻松提高相亲的成功率 说了这么多啊 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继续看这里 女生主动说了一句 你是 很多直男看到这句话呀就会回 我是谁谁介绍的相亲对象 我叫什么什么做什么工作 枯燥我也不说啊 话题分分钟给你聊死 哪怕女生本来对你是有兴趣的 你这样的回答啊 第一印象也不会很好 而我让这个兄弟回复 应该是你的第一姐相亲对象 一个有趣的看上白 正面回答的同时呢 保留了一点点的神秘感 女生回了 哈哈王阿姨介绍的吗 女生被我们逗笑了 第一印象非常好 我们说不能说介绍吧 应该是说王阿姨忍痛割爱 用了一个臭美的态度 开了一个小玩笑 而女生是很喜欢这种聊天方式的 任何人都喜欢跟有趣的人相处 而好感度呢 也是这么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女生回了一个偷笑的表情 说家里催得紧 可以简单了解一下 女生的反应依然不错 不止秒回还加了表情 我们说其实啊 也算是一种缘分 这段时间啊 互相掩护就好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其实现在这个社会啊 女生一般都比较反感相亲 更何况是这种长得比较好看 条件比较优秀的 通常都是被父母逼出来相亲 我们这句互相掩护 女生会有一种找到了同类的感觉 也会更愿意跟这个兄弟聊天 你们看女生说 你家里也在催你相亲吗 还加了三个无脸的表情 我们说哎呀 何止是催啊 简直是想方设法 把我往外送 我们继续说 姑妈这不是亲生的吧 和女生聊天 多用动词和夸词可以让聊天更有趣 一般直男呢 看到女生说 你家里也在催你相亲 可能会回 啊 是的 或者对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感受一下 是不是话题一下子就结束 气氛一下子就冷下来了 但是呢 我们回的是 想方设法 能把我们往外送 画面就有了 女生想起来呢 都会忍不住笑 对兄弟的好感 也会进一步的增强 女生回了 哈哈 同病相怜 我们说既然同病相怜 那就同舟共计 既然女生反应这么好 那么我们就轻微的拉近一下关系 寻找更多的认同感 好感 积少成多 女生就会更加喜欢跟你相处的感觉 女生回了 好啊 感觉你挺会聊天的 应该不缺女朋友吧 兄弟们 这个就是聊天思维的重要性了 短短的几句话 女生甚至已经开始觉得 这个兄弟魅力很大 不缺女朋友了 我们回 应该是 你有一双发现眉的眼睛 虽然咱们没有酝酿已久的冲动 至少还有长期观察的机会嘛 女生这么认可这个兄弟 那么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女生愿不愿意 跟这个兄弟继续相处下去 只要女生不反感 那么这次聊天呢 就已经成功一半了 女生说 哈哈 有道理 有空可以一起约个饭 多多了解一下 女生一般都是矜持的 而这里呢 却是女生主动提出一个见面的想法 更说明了 女生是打心里认可了这个兄弟 我们回 可以的 毕竟结婚是唯一一次 亲自挑选家人的机会 咱俩都得选个衬心的 女生回了 谢谢 我发现啊 咱们俩想法差不多 女生又回了一个很开心的表情包 我们说 别谢我 有机会的话 一起去感谢王阿姨 这里女生已经对这个男生很有好感了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尝试 把话题往更暧昧的方向去发展 一起感谢王阿姨 更像是两个人已经牵齐了手 在交往的感觉 只要这个女生对我的好感度在线 有趣的进攻和升级关系 永远都不会错 女生回了 哈哈 好 你有空的话晚上见一面呗 我请客 最后女生主动给这个兄弟发起了见面的邀请 兄弟们以为这个案例到这里就结束了吗 没那么简单 这次邀约呢 我让那个兄弟直接拒绝了 有的兄弟可能好奇了 啊 为什么要拒绝呢 很简单 女生现在对这个兄弟的好感度非常高 特别期待和兄弟共进晚餐 如果我们答应了 那么好感度就会停留在那个高度 但是如果我们矜持一下 等到第二天再见面 那么今天晚上女生的心里就会越来越期待和这个兄弟见面 当然了还有第二层就是呀 我还得花点时间啊给这个兄弟讲一讲具体见面他应该怎么做 第二天见面之后呢两个一顿晚餐的时间就确定了一起交往试一试 女生主动的挽起了这个兄弟的手臂 全程用时两天 兄弟们 其实跟女生聊天啊就这么简单 只要你能够掌握正确的聊天思维 你也可以轻松追到喜欢的女生 如果你想学习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吸女生 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相亲了 会方便的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CXX5388 我来帮助你 如果微信添加不上 请看我最新期视频的结尾 我的最新联系方式哦 感谢观看